字幕 翻唱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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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幾個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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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 1月7日 哈利 說了22年 还没习惯啦 今天就和大家回顾一下2022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我们经常说 阅读历史的时候 你阅读的不是那一年 逢亲发生大事的一年 你就一定要看回前十几年发生过什么事 那我们假定 假定的 假定即将有大事发生的话 当然我们就要回顾之前那几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一直由于最近没错 有没有搞错才行的这个新卫城 你要严谨一点才行的 其实在英的香港人就很应该团结一致 就要求封禁所有来自香港和中国的班机 是啊真的封你 你等多六个月会死的吗 封你就封你 一定要的啦 第一就是表明我们是帮你不帮亲的 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走过来 怎样啊 丐帮啊 八代长老啊 周围放些猛兽蛇揭毒物那些 第二都是为自己好啊 大佬你不知道他搞什么来的啊 XBB 是不是 到时全英国人呢 谷门不保 在这里赖市迷市 太过寬松了 你应该学习摩洛哥 完全禁止他们那些班机往来才是的 话说2022年的一月呢 比较上大的新闻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徐州的清woman 或者清girl 一位女孩 就被这个铁链所围住 困在一间破房里面 都不知道谁是爸爸了 生了八个子女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妇人应该就是 一个农家的妇女 不过没有的 内地城市那些都是这样拐的 八个孩子的特点就是 DNA全部不同的 我是讲的父亲方面 而该名女孩没错了 基本上是被人反指 就贩卖去那个地方的 做这个牢宠物 姓牢啊 不过他不是官员 就只不过是一个换物 二月的时候 对全球的局势 都发生非常之重大的影响 就是北京冬天的奥运会了 一场都没看过 可不可以算是 史上最低收视的奥运呢 事实上那些奥运员 都是要谴责的 因为中国是个反人类的国家 我最近才看了个talk show 他讲回这个卡塔尔那边 后来找到欧洲议会里面 原来有人收受这个款行 就帮卡塔尔呢 为流雪汗的 就好像谭黑盖在收钱 差不多的 好了 讲回这个闭环奥运 闭环奥运不重要 重点就在于 他和普京之间 就成立了单调 买天然气各样 而且 就壮大了这个普京的胆 在后面呢 就支门物资啊 无人机啊 诸如此类了 但大家都知道啦 那堆东西似乎没什么看头 不过打铁还衰自身眼 你普京都没得怪这个 我都不知道 是契哥啊 还是契弟弟啦 你自己俄罗斯的配备不行 就没得说的哦 是不是 连这黑海母艦都被人打沉了 那时候我都免得再说他了 之后那几个月 输硬的了嘛 你讲什么呢 3月的时候啊 俄老正式入侵乌国 而习近平当时呢 都挺曖昧的 声称 合作无上限啦 不似民国又圣似民国啦 不就是民国咯 其他国家还跟他握手那里好惹哦 俄罗斯都想握手啦 何况他 你没见德国那个烧尸吗 他说是时候倾和啦 是时候再重新做生意啦 这只政治蟬除啊 啊 真是讲得多都成身蟬 而最精彩的就是呢 在乌兹别克 举行会议的时候 被人见到了 原来当日那一场啊 3月时候呢 就是拆认 我们经常说 曹操的怯天子以令诸侯 明明实力是足以自立为王 为什么都还要立个天子在那里呢 就等同中国 他又学习了这一套哦 不是怯天子以令诸侯 怯哪个天子呢 而是给一个excuse 人家可以turn a blind eye on it 就是啦 我都没说跟他结盟 但是呢 实情上面 又买天然气 又提供物资 不是民国又姓始民国 又在那里拆认 那你说西方国家 如果拿正来做的时候 当然就应该禁运 当然就应该断绝往来 当然就应该连同俄罗斯 一拼制裁的 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方面 那个投放的资源实在太多了 一时之间抽身不下 又或者没想过抽身啊 所以既然习近平都说没结盟啦 那我们就当没结盟啦 你知道凡事呢 都是可以有一个最强硬的解读 也可以有一个最软弱的解读 而目前见到西方国家呢 是偏软弱的 就不是偏强硬 2022年4月 非常重大的影响了 上海全面封城 封城的幕后黑手李强 那李强今时今日什么位啊 黑死了李克强 没了个黑字 李克强的位 做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 结果上海第二季度的GDP 下降了14% GDP可以下降14% 你当垃圾股啊 他是说全民生产总值啊 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呢 他的经济 尤其是上海 上海是全中国啊 GDP最高的城市来的 你一个国家的GDP 他赚5万亿不是5万亿的哦 5万亿里面呢 你抽完税之后呢 才是国家的收入 所以如果GDP下降14% 他赚什么呢 你的税务收入一定下降不止14% 这个是经济学的常识 那再加上李克强在之前的一年已经说了 中国人民呢有6亿 他的月收入是1000人民币以下哦 吃什么啊 吃屎啊 所以我经常都说 中国14亿的人民 14亿的市场 14亿就是红七公的市场 你和他做生意 骨头都被人损买啊 2022年6月发生唐山事件 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721事件啦 虽然事件就牵涉到没那么多人 但是这个已经是社会里面的常态 就话说有一群的 顶强啊 一些fan呢 或者就走过去 那些人就说呢 这样做非常不好 啊 是打女人的 没有些生死风度 也有传闻 有些女孩子已经不在了 7月 河南省 有这个制对事件 其实没有的 村镇银行的制对事件那里呢 他竟然用防疫 啊 令到有些走过去提款的民众 个健康码变成红色 其后就是8月的佩洛西访台 这件事就印证了中国 目前呢 他那个军事力量是完全 不足以抗衡这个美国 连人家的军机都不知道去了哪 9月时候 发生这个共富王泉巴士事件 原本他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呢 可能没事的 那今时今日放宽啦 但是结果 在隔离的途中呢 旅游巴翻側 就是不清零好地地 而你可以将4月和9月 连成一条线 4月是上海的封城 9月是贵州的封城 然后10月发生这个 彭在州事件 和白纸运动 不要核酸 要自由 不要极权 要民主 4月和9月的事件呢 很明显 你看到中国内地呢 那个疫情 并不是完全受控的 极有理由相信 他是因为 封禁不住 所以先在 10月的时候呢 白纸运动之后呢 没有即时公布这些是外国势力干预 亦有机会啦 胡锦涛是被人请出场的嘛 而他那个file 里面 有人就说可能是一张白纸 也就是白纸运动是会发动的 11月 仍然是封控 但是这个封控呢 动态清零呢 就令到新疆的烏鲁木堤 因为防控的关系 然后活活消死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12月 中共罕有的那样 习近平12月公布了这个新十条 正式取消清零政策 全面放宽 结果就认了这个牢寵物的一句啦 共存就是共赴黄泉之路啊 但是共赴黄泉呢 未必是因为疫情 而是因为经济 那我就要由这个富途牛偶事件呢 就讲起啦 富途牛偶啊 富途杀亭上市 遭中证监整改 非法跨境展业 那没有的 他立法不让你抗展业务啊 多厉害啊 老虎证券一样有时 发言人就指出 会按中证监的要求 继续依法合规服务现有的客户 积极配合核查 停止接受中国内地境内的新客户 就是不开得新户口的啦 确保业务呢 是符合法律法规 同时重申 老虎证券的香港业务 是不会受到影响 对开展香港的市场呢 充满信心的 这个老虎证券的说法 那事件对他们不无影响啦 即是推迟了在香港那里上市 令人想起蚂蚁金服 即是马云当日啊 原本想上市 突然埋门一脚的时候呢 就禁停 富途一样的咯 今次 我们说逢亲 即是这些LCM 你两件事有巧合的情况呢 我们就一定要分析的 为什么富途和蚂蚁 被人禁停的情况这么似呢 就是因为他过不了那关 什么叫过不了那关呢 一定是中政监和他呢 就丢紧一样东西的 而且 如果他们不就范的时候呢 在香港 他们是一定撤回 港交所也都会听这个中政监说 你说不是哦 一国两制哦 这么天真的 相信这样的东西 你宁愿信我M痛吧 那他又未至于即时塌的 你见到内地来说 之所以将痕子托回上去两万点以上 好看一点嘛 那但是 三年来的抗疫突然之间呢 要放宽 某程度上是因为要向外国人交代啊 啊 外国人交代 在说什么啊 没错了 就是因为很多的地方政府啊 那我又讲一下 满清最尾的时候 就是清廷已经是胆尽良绝了哦 那靠些什么 令到左中堂可以收复这个西北面呢 靠的就是上海汇丰银行 当日上海汇丰银行和胡雪岩啊 就为大清银行 就为左中堂筹借资金 也是满清朝廷第一次向外国借钱 六笔借款的低息哦 当时呢 就讲着0.975-1.5厘 能够有个这么低的息口 因为国家借钱啊嘛 借亲就大大笔的啦 也是为什么胡雪岩可以身为这个红顶商人 但是借钱呢 就必须要还的哦 也令到后期啊 重要的 因为我们 经常说越穷越见鬼 你就会见到很多呢 可能活泽五星啊 各样的情况出现 为的就是还债 其后 胡雪岩在1882年时候啊 就垄断这个上海的生丝 也就是那些蚕丝各样的 买了所有人家的那些丝绸 搞到洋人商假想买蚕丝的时候呢 当时 书里面记载就是一斤一两也不可得啊 甚至乎啊 共势今生 不犯山丝 那垄断了就以为自己很厉害啦 是不是 可惜的就是遇上这个股票大崩盘哦 1883年啊 就令到胡雪岩虧大钱的 那你说为什么说胡雪岩呢 就因为目前呢 其实这三年间 我想问下大家啦 地方防疫靠的是什么呢 你没有生产的哦 没错 靠的就是借贷 目前呢 地方政府 所有的基建呢 夹夹了 总共欠了六十万亿 你说的美金就十万亿 十万亿的美金 你怎么还呢 也所以你会见到 啊 他有很多的 我们应不应该说是奇谋妙计啊 还是是肥沙 啊 知不知道哪个肥沙 数学题 就是杜琪峰里面那个肥沙很传神的嘛 难倒耳啊 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地方政府呢 一向都是看这个香港头的哦 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学习的了嘛 而香港行的就是高地价政策 也所以呢 当你见到恒大出事的时候 你又知道内地的房地产开始出事 当你知到内地的房地产开始出事的时候呢 你又知道地方债务开始出事 当你知到地方债务开始出事的时候呢 那你又明白到 为什么他今时今日 会急急脚这样 啊 什么都不理 即时放宽了 整件事就同2012年 就是如果你帮中国去把密的时候呢 就因为这个疫情防控 啊 令到经济清零 也由于经济清零呢 就令到他严防走资 出现种种的乱象 你猜外国那些外资啊 真是有钱不赚吗 干嘛 他们是最迟最迟最迟的一批来的 都已经走隔不透的时候 你又明白内地发生什么事了 饿飘偏野 我们说以前啊 历史上面呢 有一些叫做流民 但是那些呢 就不是我们口中 啊 就是那些 好勇斗痕那些啊 而是说流晒的民众啊 流离失所啊 在那个城市里面呢 找不到工作 失业大军 给大家看到的之前的 那么多单事件 为什么 网络长城那么厉害都封禁不了呢 因为他不是一单半单 已经封了很多的了 啊 就是走漏了一点点 同时之间又有人 因为分装不云的关系呢 他不停地发放这些资讯出来啊 那你说要 预估2023年会是 一个什么年份 啊 相信就会是一个破产清盘年了 难怪之前 全这个许家印呢 变了空中非人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